這輛轎被大批員警包圍搜索 在車上發現一包包的白色粉末 嫌犯當場被逮個正著 汽車在前往他的住處 只見房間內擺滿各種機械工具 警方小心翼翼搜索 就在一個指向內發現了槍枝和子彈 警方擴大追查 就在刑犯另一個住處 也同樣發現彈夾 來聽一段警方說法 事發在台南正名38歲的無性嫌犯 涉嫌犯毒被警方盯上 經過長時間跟肩埋伏 發現他還私藏非法槍彈 掌握他的行蹤後 在轎車內查獲遏及毒品 接著再前往嫌犯永康區的住處搜索 還發現改造手槍一支子彈三發 經過鑑定是具有殺傷力的改造手槍 而嫌犯人的確定一個藏身據點 則是起貨彈夾一個 根據調查嫌犯為了躲避查器 把槍彈拆解藏放 沒想到人被逮到 再多藍字也保不住雞蛋 警方也持續擴大追查 防止不把違禁品繼續外流